朋友们好,我们以前聊过,就是苏大娘,她去世了 她去世了之后,她的15个子女,人家都分了家,各过各的日子 其中呢,有三家,爱莎尼亚,立陶宛,拉图维亚 这三家呢,她们日子都过得相当的好 而其他的所有的,其他的子女日子都过得相当的艰难 这时候啊,有人当然就想过好日子了,那就是老二 就是她信了吴的那个女孩子 她呢,就是跟她家里人商量 家里人当然也有矛盾嘛,后来大家,大多数人觉得我们应该 复制一下人家爱莎尼亚,立陶宛,拉图维亚 这三个妹妹,她们的成功经验 然后呢,我们就是跟 欧洲把关系搞好了,找些父亲戚 把我们拉盘拉盘,然后给我们提供很多贸易机会 跟贸易渠道,我们的日子自然就好了嘛 你看,现在我们国家都群成啥样了 就是我们家里人都群的,要给别人代孕过日子 大家要知道,在吴大姐家里头啊,这个代孕是合法的 有很多咱们,钟大娘 他们的孩子们 就到那儿去代孕,这是一个很大的生意 这个呢,以后再慢慢给大家聊吧 今天我就想假设一下,如果说是 俄大姐把吴大姐给吃掉 通病掉 那么对于我们自己关心的 这个钟大娘 他们的利益有什么影响呢? 因为是未来的嘛,我可以不停地去假设 假设这种情况 然后再假设另一种情况 跟朋友们呢,就分享我的这些假设 我只假设两种情况 第一个,就是俄大姐把吴大姐吃掉 第二个呢,就是吴大姐活下来了 首先,我们来说 比较悲观的这种可能性吧,吴大姐吃掉了 吃掉之后,对钟大娘意味着什么呢? 首先,钟大娘做生意的时候 每年有差不多200亿美元的交易额 可能就归零了,就没有了 因为这个吴大姐它不存在了嘛 另外就是所谓战后纯建 因为俄大姐不希望吴大姐的日子 过得好起来,这样呢,就会对她产生依赖 对她给的那些小文小会,也会很领情 所以呢,就可能长期的处于一个 复孕的,比较落后的,比较 日子更艰难的,那么个贱民的地位 这样呢,她才能够放心嘛 所以呢,就是战后纯建 她也不会让钟大娘去参与 钟大娘就等于什么都没有了 就是,他们原来吴大姐的那点加点 比方说气垫船技术,航空母舰技术 还有其他的各种各样的图纸,工程技术人员 都跟咱们钟大娘没有任何的关系了 咱们钟大娘现在正在进行的那些一带一路项目 也就完全没有了 一带一路,我今天调查了一下 好像在吴大姐那里头有十几个大的项目 其中有什么太阳能电站啦 有港口啦 有核岛清淤啦 有农业啦,等等等等吧 很多很多很多 这样呢,就可能都没有了 还有很多很多的,我就不用说了吧 当然了,有的人也可能会很高兴 最起码让他们觉得他们正在盼望的事情变成了现实 至于你有没有实惠 有了面子就行,理子是无所谓啦 这样的人也大有人在 但是呢,他说他们的,我说我的嘛 现在我在假设另一种情况 俄大姐没有把吴大姐吃掉 但是,也不可能把俄大姐吃掉 吴大姐能活了下来 这样呢,会有什么结果呢? 这个结果就是 这个吴大姐,他会找世界上各种各样的资源 来重建,让自己更加强大 让自己呢,不让他的大姐 俄大姐,在小区他 这时候,因为咱们 钟大娘,她才大气聪嘛 一带一路啊,可能就会继续延续下去 尽管 吴大姐,可能心理头疑点不舒服 因为这次他遭难的时候,咱们钟大娘没有去出手帮助他嘛 但是他确实需要钱 需要咱们钟大娘的那些资源 这可能呢,就会 哎呀,算了吧 反正是我活下来了 活下来,我总是还是要往好好的活 原来那些不愉快嘛,就算了 然后呢,就是要修桥,要补落 要建港口 要继续种地 他要弄电站的,还得恢复起来 就是原来那些一带一路项目 可能会恢复,而一些新的一带一路项目呢 还会上马 这样呢,咱们钟大娘就有很多很多的利益 实际上俄大姐是一直对 钟大娘的一带一路是 持一种敬而远之的态度 她也不骂你,也不说你,但是我也不要你 同时呢,我也不希望你在我曾经的后院 认为我的势力范围内 去开展业务 这就是俄大姐,她的一些心思 很多人不服气,不服气也没办法 你自己做的工作,心里就清楚了 好,那今天就先留这吧,谢谢,再见,拜拜 拜拜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